萧义在傍晚五点左右的时候 醒了过来 成长没有得到回应 关大爷 哼的一声巨响 是病房最外面传来的声音 夫人你醒了 是真的醒了吧 真醒了 你小声一点 别在耳朵边嚷嚷 头疼 什么还头疼 那我马上去把那些用意叫进来 你站住 夫人 怎么了呢 你给我回来 哦 我问你 我这是怎么了 怎么了呀 就 就只是睡了一觉 是吗 那我睡了多久 多久啊 多久 也没有多久 只有几个小时 大概是因为书业 所以夫人困得很 这么说 你一直都守在这儿 是呢 我一直都在的 早上戴面具的那个男人出现的时候 你也在吗 嗯嗯 我在 这么说 也是你把他给打跑的 嗯 是呢 我可厉害了吧 我就这样那 很凶的几下子 就把他给打跑了 那你倒是跟我说说 你是怎么打他的 是用枪 还是用鞭子 或者 近身搏斗 我 我想想 我用了枪 我还使用了青拿术 轻轻松松就把花人给制服了 轻轻松松的 连我的患者都打不过的人 就你 真的是我 你要是不相信 那我在中间给你掩饰一遍 不到一分钟的时间 关城镇便撑不住了 普通一声跪下来 为什么跪 不知道 就是觉得我得跪着 说吧 我是不是又伤人了 没有 你今天看到的那个男人 他用一根为止 都能够把你给捏死 就你那点三脚猫功夫 别说打跑他 连他的一脚都碰不到 他教你怎么说的 把原话告诉我 这个 我要听实话 我早上进来的时候 夫人你就晕倒了 房间里有打斗的痕迹 然后我这要出手的时候 他让我去叫医生 我怕你有事 谁想着 先去把医生叫来 看看情况 然后再找他算账 可是等忙完之后 那男人已经走了 他是有教过我 在你醒来之后 要怎么说 官城城一五一十的 将那男人 对他说的每一句话 每一个字 都转述给了萧毅 不敢有丝毫的隐瞒 就是这样了 他说夫人你是失控了 等你醒来之后 如果什么都不记得 那我就可以什么都不说 如果你问了 那就按他教我的那套说辞 拿来糊弄你 都是真的 我没有忙 夫人 你是觉得哪里不对吗 我为什么都不说话 等等 他为什么知道 我每次发病之后 什么都不记得 我 我不知道呀 你去 把明浩给我叫过来 哦 好 官城城往外走了几步 拉开病房的门 明浩就守在外面 他立刻伸手往里面一指 示意夫人要找他